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陶小青啊这些外省人 其实你都忽略掉 其实布袋 那个因为 我们不能说他们 对台湾的西洋音乐没有贡献 可是因为基本上他们所能影响 大概都是一些中上阶层的人 那真正把西洋音乐 穿透到这个底层社会的 其实应该是要讲到黄俊雄 因为黄俊雄布袋戏里的歌 实在是真的是 就是穿透人心 来我们现在一一来介绍 第一首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 这首 浩怒北京的欧妈妈 欧妈妈 这个是怎样呢 这个一开始 什么叫做白穷 孝女白穷 就是讲说这个白穷 是布袋戏的 那个综章林的妹妹 这个综章林的妹妹 叫做浩怒北京 这个北京是怎样一个人呢 就是那个 长进人的妈妈死掉了 然后说死后要安葬在一个圣地里面 所以这个浩怒北京 就背着妈妈的骨灰 行走江湖 这个综章林到处破坏 这个中原的正义人士 但是这个综章林很孝顺 只要一听到他妹妹的声音 就是 哦妈妈 他马上就落 这个就是望风而逃 为什么呢 因为综章林很孝顺 即使是妈妈死了 妈妈的骨灰一出来 综章林到处还是吓得到处 那个屁滚要流的一直跑走 所以那这个浩怒北京这个歌 其实本来在这个英文歌里面 叫做Sammutai 是一个很轻快的歌曲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这样的音乐到了台湾 就变成这个 我们讲的叫做白穷 因为这个白穷是怎样 因为他背着妈妈的骨灰 所以他穿的 他都是穿校服 拿着一个哭丧棒 那我们这个民间 我们都知道 台湾民间本来就有一种 哭丧的习俗 因为在丧礼的时候 很多人哭不出来 太难过了 或是一哭 没有停止 那哭不停止的话 就那个丧礼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在这个丧礼当中 要有一个人来领导 大家怎么哭 他哭 大家就跟着哭 他停 大家就跟着提 这样商礼才有办法进行 所以台湾把这样的 这样的哭丧 可是这种哭丧语 从头到头都没有名字 但是这好路被秦 自从红了以后就叫做 只有民间都把这种行业 叫做好路被秦 那这个为什么会 那本来那个民间都写是钢琴的琴 那这里写的是白穷 为什么是穷妖的穷呢 因为这个至少笔话太多 穷妖的穷笔话太多 而且一般台湾人 其实不会读这个穷妖的穷 要怎么念 国语我们知道穷跟琴是不一样的 可是台语都是 的琴 就感换一样的嘛 所以就 民间就给它改成比较好写的 叫做笑女白琴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 就是大捷女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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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Vamos 我们听到这个旋律很熟对不对 其实哦 这个歌喔 这个歌喔 其实是 就假如说叫做大姐女 大姐女是谁呢 大姐女是碧雕的老婆 这个碧雕啊 本来叫美郎 很帅 然后有 可是呢 跟碧雕表bli打架的时候受 被陷害,所以他是怎樣呢? 頭是歪的,眼睛是... 頭是凸的,眼睛是斜的,嘴巴是歪的 而且他那個是跳褲,駝背,而且又歹腳缺一個腳 這比三角龍靈還可憐 這叫五不全嘛,叫五不全 我們上一次喔,這個壁雕要出來的時候 壁雕怎麼樣呢?壁雕一定是這樣 啊哈哈哈哈哈哈,山中有在手,世間沒在人啊 什麼意思呢?他說這個壁雕自己是個駝背嘛 所以他看外面人都覺得外面這世界上 他說世界上沒有一棵樹是直的 山上偶爾喔,有幾棵樹還是直的 但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歪的 他自己是歪的,所以他看別人都是歪的 他看別人其實是他歪,別人是直的 但是不管啦,反正... 可是壁雕是好人,他不是壞人 他只是怪,他不是壞 所以我們上次這個賴清德啊 跟這個賴清德啊,跟謝龍介兩個人 其實他們兩個人都很帥 他們兩個人都是台語,都是台語高手 可是我跟你講,他們其實都沒有看過布袋戲 他們搞錯了,壁雕不是壞人啊 壁雕不是總兄弟,他們把壁雕跟總兄弟兩個角色弄混了 壁雕是好人啊,壁雕跟大姐女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大姐女到處要去找這個壁雕 可是壁雕明明跟他認識了 而且其實,可是呢 壁雕因為自己已經長得很醜了 他就不想跟這個,他不想影響大姐女啊 就想說希望大姐女去另外找他自己愛的人 找其他愛的人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悲慘的愛情 其實是一個很悲慘的愛情故事 那這個大姐女其實也有一點愛上壁雕了 可是大姐女是說 我本來是要出來找我的未婚夫梅郎啊 我的梅郎是一個很帥的人啊 可是我現在如果喜歡上了這樣一個很醜的男人 我是不是就變心了? 所以大姐女也很可憐 所以這是一個很淒美的愛情 很淒美的愛情故事啊 那最後我們要介紹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黃西斜唱的這個中三個 這個叫做怪俠 這個六合三俠傳裡面有個老黑胸嘛 就是他是三俠之一嘛 有一段時間就失蹤了 然後江湖上就出現一個叫做怪俠鐵粉吹啊 就是鐵煙斗啦 拿到別人就給他打三下 中三個這樣子 前一段時間喔 有那個孫燕芝啊接受訪問 那孫燕芝在受訪的時候就說 哎呀我真的很幸運啊 別人啊要參加那個歌唱比賽 比了半年一年了 比到第一名了 還不見得有機會出專輯 哇一出道就出唱片了 就他講得很高興的時候 突然一下子就用頭啊 不是用手啊 拳頭這樣子 在頭上這樣敲三下 你知道我們這樣很醜的人 敲三下就樣子很醜嘛對不對 因為孫燕芝實實在很漂亮啊 很可愛啊 所以他做每一個動作都很合理啊 所以大家只覺得他很可愛 可是從來沒有人不知道講說 他這樣從上敲三下是什麼意思 其實敲三下的意思喔 就是說喔 那個 講話不要太自滿 就講說 因為你講說自己很好運啊 很怎樣 你就會把你的好運用完 那這個敲三下是怎麼意思呢 敲三下就是把這句話會收回來 就是講說不要話講得太滿 那 這其實是一種西洋的風俗啊 那因為孫燕芝是新加坡人嘛 你知道他們都受那種 英式英美式教育的 所以他們 他就會做出這樣的動作來 我們台灣人看不懂啊 台灣人只是覺得他很可愛啊 可是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就是講的中三下啦 那台 台語講的那個 那這個原來在英文是一首情歌 他的意思就是講說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青少年的男生啊 他喜歡下樓下這個女生啊 他就跟那個樓下的女生講 如果啊 如果你願意跟我去外面這個走廊見面 你就對著天花板敲三下 如果你不想 你如果想跟我出 願意跟我約會 你就對著天花板敲三下 啊如果你不想跟我出去 你就對著那個水管敲兩下 我希望你敲三下 不要敲兩三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到了台語就變成 變成另外一個 變成另外一個意思了 那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玩 就講說其實在 黃巨熊大量的使用這個西洋音樂啦 可是跟那個 原來這個意思都不一樣了 原來的就是 就是在台灣變成一種枯上文化 變成一種幽默的歌曲 很奇妙